好朋友们好,我是Lillian,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讲一讲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 就是关于现在的房地产市场 通过看了今天的视频,大家可以自己来判断一下 现在是不是我们入市买房的好时机 我们不要人云亦云 买到最适合你自己的投资目标的房子 最有投资潜力的房子,才是我们真正投资的目的 今天在视频的最后,我也会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为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和帮助 帮助你在地产投资中 无论在任何市场的情况下 都可以买对房,多买房,持续的投资 有些人说房地产市场在今年会下跌 也有一些人说现在房地产的价格已经在攀升了 他们预测今年的房屋价格还会在升高 另外有一些人预测会平稳的发展 预测归预测,但是没有人能够确定 说到底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将会如何去发展 我们不需要去预测现在的市场是涨是跌是平稳的 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 也根据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 房地产的一些走势 可以做一个客观的一个判断 首先我看到东部Ontario一个房地产市场销售的情况 从一个报道中指出 Ontario的市场被迫卖掉的房子有300%的增加 也就是三倍的增加 这个其中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利率的上升 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五大银行没有批下来 他们被迫要到二级市场 也就是B Lander那边去获得贷款 当他们的贷款到期的时候 不可能继续续这个贷款 就造成他们的房子要被迫的出售 这个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消息 但是我们看一看另外一个数据 这个呢是在2023年1月31号出来的一个数据 在加拿大各个省份有百分之多少的贷款人 有贷款不能够支付的状况 从这边的数据来看 贷款有问题不能够偿还的状况 还是非常的罕见的 在这边看到整个加拿大的平均贷款违约率 只有0.16% 在加拿大这边最高的是Saskai Twin 百分之0.64% 在BC省只有百分之0.12% 在安省呢是百分之0.07% 所以说在加拿大真正不能够付得起贷款 被迫卖房的情况下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我知道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 虽然抱怨说现在的利率增长 他们的Mortgage的Payment 每个月的贷款的还款可能增加了一倍 甚至更多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 可以支付这个负的现金流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也不会因为这个房子有负现金流 而被迫把房子卖掉 除非是特别迫不得已的状况下 那我们既然预测不了 将来的房价到底是会涨会跌 还是平稳 但是呢我们从历史的一些数据 可以大概看一下 我们近几个月可能的市场会有哪些的变动 好首先呢这个表格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个表格呢显示 这个房地产市场是有季节性的 好大家看到从2021年一直到2023年 在每一年的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 是房地产市场平均价格最高的时候 如果大家看下一个图 可能更加的明显的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 从2017年可以看到平均价格最高的 是在三月和四月份 从五月份之后就开始有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 接下来呢显示的是2021年到2023年 从2021年也可以看到 在三月和四月份 2022年的三月和四月份 基本上是平均价位最高的时候 到了夏天 也就是五月份开始 五六月份有这个下降的趋势 如果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现在的市场 可能到了五月份和六月份 价格会有一点向下的调整 从现在的房地产市场 我自己呢想跟大家分享几点 我的一个体会 一个呢是关于贷款利息 我们很多人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的贷款到底应该选固定 还是浮动的利息 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利息涨了之后 才后悔说没有把这个利息锁定 我想呢大多数地产投资人 基本上还是愿意以浮动的利息来购买物业的 因为浮动利息呢有很多的这个flexibility 它的灵活性非常的强 如果万一我们的房子要提前卖掉 或者说要做refinance 它的罚金相对比固定利息会少得很多 所以大多数的地产投资人都是用浮动的利率 通常来讲比如说我们的自住房 可能呢你在五年十年不会变动你的自住房 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你选择固定利率就比较好 还有呢就是看你的收入的情况 家庭的经济的状况 如果你的收入不是太稳定 或者收入跟你的支出相比不是太有富裕 可能你在利率好的时候选一个固定的利息 对你就比较的合适 那对于有一些投资人 他们的收入比较高 偿还贷款的能力也比较强的这样的状况下 有些朋友呢还是选择用浮动的利率 因为他们觉得灵活性对他们是比较重要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每一位朋友在做地产投资的时候 都需要找一个贷款经纪来帮我们来规划一下 并且可以帮助你买多套房 我们在做贷款的时候 HELOC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我自己的所有的贷款基本上都是有HELOC的 当我们的现金流不是太好的情况下 我们如果手里面没有足够的收入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HELOC填补一下我们暂时的空缺 还有呢就是在现在高利率的状态下 大家真正感受到了买现金流物业的重要性 还有在地产投资中我们一直讲到长期持守 当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就应该做好长期持守的这样一个打算 我跟大家讲过我第一个投资房 在买入之后的前面的八年到九年 房子都没有增值 但是呢在接下来这个五年中 房价增长了两倍 大家在买一个投资房的时候 就要认真的来评估这个房子你可以不可以长期持守 有没有足够的收入让你来长期持守 刚才说到了我们根据原来的历史 看到我们在将来的几个月 在夏天的时候 有可能的房地产市场这个价钱是会有下调的这样一个趋势 那这个时候也许就是我们入市的一个好时机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评估我们的物业 买对我们的物业 这边呢我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近期 也就是在4月29号下个星期六 我们乐房俱乐部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训练营的课程 我们这个训练营是让你在2023年地产投资过程中能够脱颖而出 下面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训练营课程的一个主要内容 首先这个课程是由乐房俱乐部的职业地产投资人 Jeffrey Lee来跟大家主讲 我们这个课程呢有五讲 第一讲是关于地产投资的真谛和底层逻辑 这边呢Jeffrey会讲到什么是真正的财富自由 每个人无法避开的财富向限 房地产投资如何给我们带来不同类型的收入 房地产投资的正确思维模式 有哪些常见的专业地产投资的策略 如何选择适合你的投资策略 还有影响房地产投资决策的因素 另外还有专业地产投资人坚持的投资原则是什么 最后也会讲到如何建立你的房地产投资帝国 在第二讲会讲到正现金流物业 倍的投资模式大揭秘 这个里面内容包括为什么要投资正现金流的物业 如何分析正现金流物业 正现金流物业是怎么挣钱的 如何提高正现金流物业的回报率 正现金流物业的案例分析 什么是BUR 另外呢BUR的投资 五步骤详解 如何利用BUR来建立一个不停的赚钱模式 如何分析BUR的投资回报 在第三讲中 Jeffrey会讲到 具有超强现金流和稳定回报的投资模式 Rent to own 先租后买 首先他会讲到什么是先租后买 然后讲先租后买的投资策略有哪些优势 如何审核租客买家 先租后买的投资策略的主要文件和步骤 如何寻找租客买家 什么样的房子适合做先租后买 先租后买可以挣多少钱 在第四讲中 我们也有丰富的内容 如何让你在地产投资中脱颖而出 第一部分会讲到建立地产投资的专业团队 你的投资帝国需要哪些专业团队成员 专业投资人要找懂我们的专业人士 如何考核你的核心团队 在第四讲的第二部分会讲到成为你的投资市场专家 如何进行市场调查 如何用指标来分析你选的投资市场 如何找到你需要的市场调查信息 第四讲的第三部分讲如何找Dio 如何一步步锁定投资机会 找Dio到底是在找什么找谁 另外讲到案盘和人脉 第四讲的最后一部分会讲到如何下offer 为什么专业投资人可以不停地下offer 地产投资人下offer常用哪些条件 如何做禁止调查 禁止调查查什么 我们在这一次的训练营课程中 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次加餐的课程 地产投资的创意融资和公司的架构 为什么地产投资必须得了解创意融资 如何善用other people's money 改变你对钱的理念 还有贷款银行的选择与规划 另外Jeffrey会讲到创意融资有哪些模式 私贷投资的四步口诀 还有联合投资怎么做 最后讲到如何用公司的架构来进行地产投资 好 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课程的时间 这个课程是在4月29号开始 有两个周末的时间 4月29号30号 周六周日和5月6号和7号 也是周六和周日 这个是加拿大的时间 具体的时间是温哥华的早上10点到1点钟3个小时 东部的时间 多伦多的时间是下午的1点到4点钟 我们的加餐是5月9号星期二 温哥华是下午5点半到7点半 多伦多的时间是8点半到10点半 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这个训练的课程不仅适合投资小白 就是完全没有投资经验的 也适合于有一些投资经验 但是呢 想要在地产投资中 多去买到有投资潜力的 有正向现金流的物业的 这样的投资爱好者 可以让我们买对房 多买房 最终通过地产投资 实现你的财务自由 如果你感兴趣报名我们的训练营的课程 可以发邮件到infoat乐房club.com 另外我们的乐房俱乐部 在每个月也会定期的给会员们 有地产投资知识的讲座和案例的分享 如果你在地产投资中想要继续的学习 还没有找到一个地产投资人的小圈子 乐房俱乐部是你一个最好的选择 也欢迎你和我们来联系加入乐房 祝大家在地产投资中 顺利成功 好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